追捕通缉犯的直级画面 台中县警方在电子游异场领检 有一名男子他做贼心虚 看到警方上门居然是拔腿狂奔 而远景也立刻上前追捕 就把这名阳性嫌犯当场半倒压制在地上 现场盘查搜出了一批改造手枪跟毒品 大甲分局十多名远景二号晚间 来到了黎明路的这家游异场盘查期间 一名男子突然起身就往外跑 重刀椅子穿过走廊 一路就来到大马路上 其中一名远景用脚绊倒了男子 四五个人立即将他压制在地上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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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番拒捕装傻一度还喊痛 但是强力挣脱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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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起分折腾终于逮住这名毒品痛气犯 还从车上找到了枪支刀谢和毒品 前犯谎称是怕有人黑吃黑才持枪防身 针对枪弹的来源警方还要再追查